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今天来参与弦乐的决赛 经过上两次,我们有不同的音乐界别的决赛 今天是弦乐的小朋友 你觉得这次的参赛者,你认为他们有点鼓励说话呢? 水准都不错,也有很多很小的小朋友 上两次,我看做评判的时候,多数年龄都差不多 今次有些,好像幼稚园都有 因为好像有音乐小天才,那时候就比较年龄小 所以他们是未来音乐界的动力 所以很高兴,今天看到不同的年龄层 学校和邀教掌华斋 另外,我想问一下,好像今次在这个视像中 看一个比赛去评分,你觉得整个感觉是怎样的? 可否都比较年龄? 其实都差不多 跟LIFE的比赛差不多 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最好的表演 最好的表演 他自己录音都可以把自己最好的那次 传播出来 有些人会觉得是很认真的 可能穿衣服也穿得很美 但也有部分的参赛者很随便 所以... 比较随便宜 所以... 比较随便宜 拍摄的环境也很随便 我建议他们下次认真一点 认真一点 认真一点 他一定会较高分一点 所以各位参赛者,记得了 可能之后也会有一些视像比赛 记得把你最好的一篇 下次再拍好一点 给大家看 因为那个评审也很希望看到你们的表演 好了 多谢姚校长的分享 谢谢